一边是历史上三夺欧联维的冠军,另一边则是连续三年未免欧冠的霸主。 自以欧洲超级杯,黄马与马靖将再次上演同城德比,尽管比赛场地从马德里转移到塔林,再并不妨碍两队都想击败对方的斗志。 与马靖而言,两次在欧冠决赛上,成为黄马登顶欧洲的跌脚石,他们早就准备着复仇计划,于黄马而言,他们想成为连续三年,都能拿下欧洲超级杯的球队。 这也算是送给新帅洛培特级的见面礼物,但从历史上来看,没有哪次马德里德比的过程是轻松的,尤其自欣蒙名成为新帅之后,马靖如今已经阶身成为欧洲一流球队。 这场比赛注定难分胜负,也注定精彩。 一,两队大名单人,首发预测马德里竞技,22人,门将,阿丹,奥布拉克,多斯桑托斯后卫,哥丁,贝利佩,阿里亚斯,萨维奇,胡安弗兰,路卡斯,吉梅内斯中场,托马斯,科克,萨乌尔,勒马尔,罗德里,热尔松,比托洛, 奥拉费前锋,格列兹兰,卡列尼奇,科雷亚,迭格科斯塔皇家马德里,24人门将,纳瓦斯,乔西利亚,卢卡奇达内,路宁,库尔图瓦后卫,坎尔哈尔,阿列阔,拉莫斯,巴拉内,纳桥,马赛洛,奥德里奥索拉,雷吉隆,哈维三切斯,塞尔吉奥,洛佩斯,中场,克罗斯,莫德里奇,卡赛尼, 马克斯略伦特,阿森希奥,伊斯克,塞巴略斯,费德里克,巴尔维德,前锋,本泽马,贝尔,巴斯克斯,马远拉尔,德托马斯,梅尼修斯首发预测,马德里竞技从左至右,门将,奥布拉克防线,贝利佩,格丁,吉美内斯,胡安弗兰中场,科克,萨乌尔,托马斯,勒马尔风险,科斯塔,格列兹, 从左至右,门将,纳瓦斯防线,马赛洛,拉莫斯,卡拉内,卡瓦哈尔中场,克罗斯,伊斯克,卡赛尼罗峰线,阿森希奥,本泽马,贝尔在季前赛中,马进最常规使用的阵型,为平行4-4-2,虽然其中的人员配置在不断变化, 但整体上还是以四中场加双前锋为主,不出意外的话,萨乌尔将与托马斯将他当双后央,两人共同负责在中场拦截并维持球权运转,而两名因前卫则是科克与勒马尔,黄马的边路进攻速度非常快, 这需要马进使用攻速较为平衡的球员,勒马尔作为马进心源,他的冲击力非常强,适合马进防守反击的战术思路,而双前锋科斯塔与格列兹曼,格列兹曼的战位可能更靠后一些,他要传联球队的进攻,并且在游攻转手时,也要迅速推进,到前场冲击黄马软肋,而科斯塔作为中锋,虽然能力有所消滑, 但他仍然具备一定的强点能力,而新帅洛佩特级上任后还没有太明显的改良,目前基本延续着齐达内的战术框架,归队将往前身线转会传闻的莫德里奇有可能无缘受罚,在伯南木飞机出场15分钟的他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,虽然买卡包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有32%的球迷选择了用本则马来取代莫德里, 正考虑到本则马在季前赛的初次状态,洛佩特级不会放弃这位法国中锋,目前在黄马,本则马的有球能力,仍然具备很大的价值,能侧应进攻,能拉别前之防守,但中场难以向前推荐时,本则马也能回撤协助拿球,交两边交给阿森西奥 与贝尔,也是目前黄马最好的进攻配置了,二,两队三桥线实力队比一,后防线马进的中后卫吉梅内斯,与格丁在乌拉圭国家队也是呆当,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上就对中卫组合可谓大放异彩,虽然乌拉圭被法国淘汰,但没有影响到这两名球员的发挥,尽管下窗收到了得知球队偷来的橄榄枝, 但格丁仍然坚持留在马进,他依旧是马进防线的中流砥柱,而吉梅内斯也无依据被称为一流中后卫的潜力,身体素质非常强,而黄马的水平也不差, 拉莫斯与瓦拉内都是世界杯冠军级别的中后卫,所以两队防守能力都很出色,在边后卫位位置上,黄马昭胜一筹,在巴西国家队,蒂特更喜欢用马赛洛取代菲利佩, 而马赛洛的进攻能力的确更突出一些,同为西班牙人,凯亚哈尔的实力也在湖安弗兰之上,2016年欧洲杯卡瓦哈尔受伤,而湖安弗兰顶弃他成为了主力,对西班牙队的进攻产生了不小影响, 二中,长马进的中场给人的直接印象是手大鱼弓,实际上有些片面,因为无论萨乌尔还是苛刻,脚下技术非常扎实, 并且后插上的能力也很强,有一定的远射水准,能力全面,同时,马进中场整体的运动能力也很出色, 攻守转换之间任性切换的速度很快,能给予对手压迫,而黄马如今更注重控球和控制比赛节奏,中场每个人都要具备出色的拿球,控球和转移球的能力, 并且在最近两个载季随着影仗的积累,中场球员之间的默契也越来越高,虽然莫德里其有可能缺席, 但黄马还有克罗斯,伊斯科,塞尔约斯这些小球技术出众的球员,三,翁现在比较之前, 必须要提到的是有C罗的黄马和没有C罗的黄马完全是两支球队,马德里德比第一射手是谁, 上一位对着马尽上脸帽子气靶的人是谁,都是C罗,C罗的意义不只是进球, 他的无球跑位,也能为队友创造空间和机会,但是黄马已经失去了队史最佳射手了, 那么就需要本则吗?贝尔等人站出来,值得一提的是,在热身战中阿瑟希奥,展现出了绝佳的状态, 隐隐有一些能接班C罗的味道,他会帮助球队拿下奖杯吗? 马尽在演出勒马尔、约尔松马丁斯以及卡利尼奇之后, 封线的水平是绝对有所提高的,勒马尔与马丁斯能带动马尽边陆进攻, 冲击对方身后,而卡利尼奇也能扮演高中锋的角色,起到指点作用, 何况此,四大名单中马尽还有比托洛、科维亚更进攻好手, 马尽也有可能会尝试与黄马打对攻。 3. 比赛看点1,贝尔PK格列兹曼,谁能帮助球队得分? 图 2. 2016年,贝尔·格列兹曼与C罗共同入围为为欧洲最佳球员名单。 2. 2016年,欧洲最佳球员颁奖晚婚上,C罗曾同贝尔·格列兹曼入围的最终三二名单。 2. 结局自然是C罗展或奖项,但这也是对格列兹曼与贝尔的一种认可。 3. 在过去的马德里·德比中,贝尔并不算是主要角色,基本都是C罗展现着出色的能力。 3. 但是在贝尔刚加入黄马的那个赛季,正是他在2014年欧冠决赛加失散中投球破门,帮助黄马逆转马进的。 3. 而刚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格列兹曼,他休息的时间非常短,所以他的状态可能并没有达到最佳。 3. 无论如何,两人都是各自球队的王牌球员,都具备决定比赛的个人能力。 2. 当洛佩特级遇上西蒙尼,两位主帅首次交手,自西蒙尼2011年执教马进以来,黄马的主帅莫里尼奥,安切洛蒂,贝尼特斯和奇达内都曾和他交过手,莫里尼奥在马德里·德比中赢得了全部的三场对决。 不过,他指教黄马的最后一场比赛,西蒙尼在国王杯册赛中成功实现复仇,而意大利教练安切洛蒂直叫黄马时期曾被西蒙尼压制过。 但在欧贵赛场上,银河战舰却一直能在马德里·德比中取胜,而中途下车的贝尼特斯只率领黄马踢了,一套马德里·德比,那场两队战成平手。 随后奇达内在2016年初,成为了黄马主帅,他面对西蒙尼取得了三身三平二负的战绩。 这一次轮到了洛佩特吉,在世界杯开幕前一天被西班牙族协解雇,洛佩特吉将利用这场比赛来证明自己,这是回击争议的最好方式。 但是,在西蒙尼向来不好惹,无数的名帅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。 不过,洛佩特吉如果想赢得伯纳乌的信任,击败劲迪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了。 聚集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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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集